登入系统后,按 New Submission Form 1 递交新的表格,你需要填写关于相关工程的项目资料,首先填写Contractor 的身份, 而AP 的资料已经帮你自动填写,接着是 Employer 的资料, 接着是工程的地址,Log Number, 屋宇署发出的GPA,工程的相关类别,相关类别总目可以在以下表格前写, 屋宇署的Reference Number,政府各项目工程合报码, 合约的提交日,纵标的入期和Payment 的相关资料,工程的开止日期和 估计的员工日期,工程总额的估算和工程项目负责的Project in Charge, 然后是Evan Form 1 的联络资料, 然后下一步,Next,如果有些资料是必需要填写的, 而你没有填写的系统会提到你, 然后你再加一些合约相关资料, 例如LOA 或BQ 等等。 然后下一步,再看你填写的资料是否正确, 如果正确的,就按Submit, 如果有更改的,就按返回Back。 然后系统会把你的资料提交给CIC, 你可以抄下这个Reference Number, 以及下载相关你刚才填写的表格。 你可以随时准备草稿, 而在日后递交表格之用, 例如按表格3,选取Case, 然后填写你初步知道的资料, 然后按Draft。 你的草稿将会被储存。 你可以在稍后按Draft, 拿出表格, 然后继续填写。 而这个动作, 你继续可以按Draft, 直至你可以递交文件。 你也可以随时去查阅你递交表格的进度, 按Submit Direct Cost。 里面包含了你过往所交的Form紀錄文件。 你也可以看看你的表格的状态。 因为如果表格是被Returned, 或者Reject, 的话你又需要作灵痕的处理。 你也可以按这个Record, 下载记录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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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